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的朋友或许知道这些影片有跟叫做Mato的统称 但若是问起Mato这个词的由来 大概知道的人就少之又少咯 Mato的典故和历史就是这一次大百科的主题咯 在过去大百科曾经为玩家们介绍过众多的术语和简写 不过别误会哟 这个MAD可不是什么缩写 而是英文里Math的原意表示疯狂有病的意思 那将ACG的影音要素拿来二次创作而成的影片 又是为什么会跟有病扯上关系呢 原来这可以追溯到40年前 在只有卡甲跟录影带的那个年代 日本有一群喜好动画特赦影片的狂热玩家 透过录音录影机简单的录制功能 将喜欢的作品拿来恶搞一番 因为没头没脑的有趣内容 而有了MADO TAPE MADO VIDEO的名称 这便是这个名词的最早由来 在这之后 MADO的制作便渐渐在老一辈的御宅族之间流行起来 连带影响了日本动画史上重要的SF大会 可以说MADO也在动画发展上扮演了推手呢 而在30多年之后 随着电脑的普及 想要制作MADO的难度降低许多 正好当时各种影音网站正在萌芽 凑巧成为制作者们最好的舞台 MADO也正式进入百家争鸣的时代 早期Let's Go 阴阳师 梁公春日主题曲等题材 都曾经掀起不小热潮 后来的Idle Master 和拥有众多角色的东方 当然还有现在玩家们熟知的 初音未来 Vocaloid 系列 都是因为大量的MADO 在影音网站上流传 知名度才得以快速串升呢 想不到一个短短的词 竟然有这么长的历史 你说是不是很奇妙呢